陳老弟陳老弟哎呦 我真和您說的一樣 真剛下去我女兒就快不行了 你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趕快去救我女兒 你不就是要錢嗎 你要多少一一兩一我都可以給你 你趕快去給我救我女兒 要是我女兒有個三藏兩團 我讓你陪葬 你嚇我這個蹩腳狼狼感覺 我打小嚇我她 怎麼 你剛不是不讓我碰你的寶貝女兒嗎 我你你你我我的什麼 我要回家挖手藥 哎 老致人命關天 不看僧面看仿面 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別跟他計較了 這件事是我們夫妻倆對不起你 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我給你跪下了 是是是一些 那是我做的不對 你就行行好就跟我女兒吧 跪就免了 至於行行好 沒門 啊 陳老弟 你是上代一仙的徒弟 就是這一代的一仙 你一定有辦法救我女兒 東元你這老婆子得罪了一仙 是是是一仙 你大人不及小人過 你快救救我女兒吧 就也不是不行 那你快請 別誤會 我是有條件的 你開個架 只要能救我女兒讓她醒來 你就是開個天大的條件 我會讓老頭子滿足你 我會說話就別說話 這是一仙的弟子 怎麼能貪圖你那點身外之物 一仙弟子 都是當勢高人 懸胡濟勢 為人正 打住打住沈老哥 這不又誤會了嗎 我年紀輕輕 不是省人 那 陳老弟的意思是 你們也都知道 我有個老婆 最近家裡出了點事 我也不多要 就 三十一也不是不行 只要能救我女兒 什麼三十一啊 三千萬算我借的 什麼 才三千萬還算是借的 你這不是在罵老哥我嗎 你小兄弟 你可來了 你看這這 你可不可以嗎 你可不可以嗎 放心 來得及 陳委長 這少年從哪起來的 他用的可是失禪已久的 回命十三針啊 回命 嚴王讓你三根死 我讓你回命 多五根 謝 我女兒 我已試針完畢 待會給他開副方子 明天我還會再來 好好調整 會心過來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謝謝陳老弟啊 我這有張卡 這裡邊 給你的枕金 而且 在江城這個地方 只要你用這張卡 只要在我名下的產業 消費全面 這樣啊 那就 恭敬不如從命了 等等 沈老兄 這老張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也給他掌卡得了 你到底是誰 我是寧家的上門女婿 陳鑫安 陳鑫安 你醫學 別腳郎中 別腳郎中 能教你失傳已久的 回命十三根 哦 我十歲的時候學了幾首 十歲 這招已經失傳很久了 你是男人 新牛山 新牛山 你是一仙之徒 確實 我是那個 蹩腳郎中的高徒 黑衣傳承的彼此 第一百三十七代傳人 一仙弟子 您就是那 第一百三十八代 什麼三八 您怎麼罵人呢 張教授 陳鑫安 你也別叫我教授了 聽起來更像馬人 不知道 卻徒弟不缺 怎麼徒 你看 你是五位徒吧 張教授 您怎麼比我還不要臉呢 哎對了 您之前說 是那個什麼路總派你來的 是啊 那個路總跟我說 五妹 我們可是給過你機會了 你三千萬你也沒有還上 再過五分鐘 路總就會和我們語音會議了 我和六妹 可就要把股份給賣出去了 你跟他費什麼話呀 你那小白臉呢 怎麼了 見我們帶了個鼓舞者來 嚇得當縮頭烏龜了 二少爺六小姐 你們也是宁家人 至於做得這麼絕嗎 絕 哎 你看看我的手 誰絕 二哥 你別跟他啰嗦了 路總也說了 只需要姐姐你啊 去跟他吃個晚飯 這宁氏酒夜就還是你的 其實不是啊 吃個飯而已 反正啊 你也看不上那個小白臉 如不如 從那路總 啊 哈哈 你家家大業的 我們宁舍酒夜 拿什麼和人家比啊 住嘴 你有什麼資格讓我去 寧希若 你該辭職了 誰敢讓我老婆辭職 誰敢讓我老婆辭職 這老頭 雖然是個鼓舞者 但肯定不是那個人 哎 老頭 你就是陸氏集團唯一的鼓舞者嗎 知道這是鼓舞者你還敢來 你來幹什麼 王秘書快帶她回去 我老婆在這兒我去哪兒啊 王八蛋 別以為會點三角貓的功夫 就趕在宁氏酒夜橫著走了 陸總專門請了鼓舞者來 今天 你和宁希若 你們倆都得等 你和宁希若 別急 先談正事 您做 是啊 大家先把股東會議開完 好啊 那就把辭職和股權的事情都說清楚吧 要不你辭職要不和路路 選一個吧 王秘書 有狗在叫 姓陳的你罵誰呢 我想想啊 有你 还有我旁边这个绑着绷带的蠢猪 还有什么躲在你们后面的大伯四叔 我骂你们狗叫呢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一个个有钱的时候 这脸啊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公司财务一出问题 就来退股逼宫狗叫 还要把我老婆卖去陪老婆吃饭 你们怎么不去啊 带着什么大伯四叔去吃啊 我们也想去啊 但是长得不如五姐好看 人就看上我们五姐了 哦原来你知道你长得丑啊 你给我闭嘴刘先生 哎哎 你这么做谈正事 哎宁兄 你这么胡闹可混不过去啊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我把三千万补齐 要么你就给我辞职